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希望给大家做简单的参考就好了 详细的我们就边打边说明 现在攻略魔狼的队伍 队长大多都是变身队长 那防榜的效果呢 也要到变身后才有 所以比较好的情况之下 应该都是要搭配一个魔女的帽子 特别是火队的情况啦 魔女的帽子有横排 然后也有队伍HP强化 然后也有防榜 所以大部分的玩家才会尽可能的叠加这种横排火力 那这一队没有的情况之下呢 我们就要继承一个能够开场 把榜的状态解除的技能 这一次选的是水癌的武器 水癌的武器呢 有结榜解除之外 还有觉醒武效解除 另外最好的地方 就是还有激紧的效果 既然他跟师婆的技能已经重复到了 所以我就把师婆给拔掉 换成炭之狼 这一队炭之狼算说不是必要的 但是啊 那个回复力上升加攻击上升的效果 很难拔 所以实际上而言啊 好像还是炭之狼当队长比较好耶 不然你看 双CNA的情况之下 你队员还是要有一个攻击上升 或是回复力上升的技能 只有1.5倍的回复力加上 减伤哦 老实说有一点不够力耶 当然你在队伍里面 可以多叠加一些队伍HP强化 或者是回复强化 但这样就有点怪怪的 既然都能够靠一个技能来解除了 那我们就善用一下 开场忘记说了 如果开场碰到99%的重力 那记得 要先开延迟 延迟完最后一回合 再开火爱的2技做减伤 那如果碰上另外一支是云效果的 就可以直接把激紧的技能开掉 再开延迟 碰上的技能不要一开始开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要在这边打得更顺 碰上的技能是敌方的防御力变0 不过这一队的贯穿伤害非常高 在贯穿底下 大概的情况都能够打到20亿 所以说就算没有防御力变0的效果 也能够打穿 只是后面的那两支不见得都是火的 很多情况都会把火珠或是水珠给转掉 所以版面的颜色很长会不足 我自己的建议还是靠那个防御力变0的效果打 会比较顺一点 不过那个贯穿伤害跟碳智狼真的差太多了 有一个贯穿底下 Cina的火力好像高了碳智狼5亿左右吧 差超多的 接下来的关卡如果碰上比较硬的敌人 记得都要做一下贯穿 这一队因为没有魔女帽子 所以说销横排也没有什么火力的加成 不过基本上 一开贯穿能够解决的事情非常的多 包含后面的素材 如果想要玩Cina这一个队伍的话 我个人会建议把你的血量撑到12万4千以上 如果有这个血量呢 在周瑜那一关 只要有触发击减的情况之下 能够直接撑下第一击 不用开任何技能 这是我觉得1.5倍血量配半减的一个好处 当然炭智狼本身也有好处 我觉得他这个队伍比较可怕的地方 就是一旦没有触发半减 基本上就直接死了 所以说两倍血还是有他的好处在 第一个是HP叠加方便之外 然后不小心撕翠的话 还有机会可以救 那Cina呢 你撕翠的话就直接掰了 像我自己是比较担心 会马上死的类型 所以我自己用起来 好像是Cina 比较不好用的感觉 不知道大家这几天玩下来 觉得怎么样 好 这一次的难关呢 是右边的素材 三种素材的血量都不高 但是防御力都有10亿 你看呢 我们这一推是主属性是火 所以说打这只啊 你一定要打到21亿 才有机会打穿 那我这边的情况呢 是习惯啦 先把左边的三只打死 打死的方式也不难 只要做一个贯穿就可以收掉了 然后因为敌人有根性 在打完一拳之后呢 把版面凑五色 做五色破防 版面租不够的情况之下 我比较常使用的方式 是开炭智杖的技能 加塞拿的技能啦 不过这边应认而已 在进到下一关的欧卡前呢 建议先把霍鲁斯的二技存到 因为接下来那个骑脚踏车的技能 就不会开了 我会一直存到他的二技 除非紧急情况才会使用 这样子在下一关 不是有交换队长吗 交换到前面三只都还有救 不过交换到火爱的话 就可能要开一下延迟了 把他的技能开掉之后 如果在后面的关卡 碰上甲内瑕 就是会吸活水两色的那一只 可能就需要耐久一下 而且耐久完后还会被延迟 这边呢如果啦 你不想要开极减技能的话 你的血量记得要撑到十五万以上 其实我觉得1.5倍的血量 要撑到十五万不是难事耶 只是啊 一样就是要很多很多的魔女帽子 或者是小狐狸的装备 好中间那一只呢 用平砍的比较没办法有伤害 所以记得碰上随属性的角色呢 直接灌他就对了 我们要相信Cena的火力 要打出21E真的是还蛮轻松的耶 加上有炎柱的装备 80%以上的话就有1.5倍的加成 你看就是这样子 那火爱那只角色的队长真的是不行啊 没有HP 然后要使用技能才有倍率 要多射 超痛苦 如果不想要把火爱放进来的话 至少还有点阵金可以使用啦 只是如果配上点阵金的话 可能就没办法触发五色破防 那另外一个选项 是把狮子 Glion给放进来 只是我用火队打魔狼 一直都没有习惯把那只角色 编成到队伍里面耶 我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啊 可能是不大想要耐久吧 毕竟CD30的变身术 对我来说还是蛮吃力的 像我这次组下来啊 我觉得我的SB已经凑得蛮辛苦的 所以说如果不要让自己那么辛苦的话呢 就剖鞋下吧 呵呵呵呵 接下来第七关 会攻击减 然后也有秒数减 还有回复减耶 所以你看没有炭之狼要怎么打啊 好啦如果三关延迟没有用掉的话 或许这边还可以再用一次 不过既然都已经把炭之狼放进来了 也把火矮给放进来了 其实直接用掉就算了吧 不然特别带进来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一样我们有看到水属性的角色 所以呢这边就有贯穿 在八楼之前啊 碰上水属性的不做贯穿 大概都打不过去 这一队不像炭之狼的队伍 每一回合开技能有1.5倍的增伤 这一队没有 所以说火力相对来说看起来就是弱弱的 像这一个情况 消全体 已经转水属性的那一只应该是打不穿 嗯 果然啊 还真的有点吃力耶 而且啊我觉得塞纳深层的颗数有一点点尴尬 三颗真的不是很多耶 常常需要做到贯穿的话 各三颗喔 其实版面还蛮容易受到影响的 所以说炭之狼放进来正好可以补出 也是一个比较好的选项 第八关的忍者 会给觉醒无效 迷豆子这次的武装 是本次四神活动的免费新追打 所以二技很容易存到 这个要千万小心 没事就开一下 有开五波比 这一次一样 有水属性的素材 所以我们要做贯穿 这个好像变成一个口诀一样耶 看水做贯穿 没水 平坎 如果不小心把左边两只留下来 然后右边三只打死的话 左边两只可以耐久 不用担心 只是这些素材就不会转属性了啦 所以说像这一次只有 六颗的火应该也打不穿 而且我觉得我有点受到横排的影响 就算版面是这样子好了 我也不会拆成三三 我就是硬要把它凑成一个横排 也不知道为什么 打这边可以稍微耐久一下 存一下火爱的二技 以免有一些玩家可能血量错不高的情况之下 碰上周瑜至少还有一个技能可以耐久 好下一关什么都好 木老头的话可以直接把手指给覆盖过去 另外再补充一点好了 火爱啊是这次的MVP 因为最后一关很容易会碰上锁版面的技能 锁版面的情况之下 这一堆的血也不过12万而已 连一级都撑不下来 但是火爱可以解锁 然后兼具手指延长 还有火珠强化 打boss真的是超万用的 来看一下第十关的敌人 就是这一只 然后好死不死呢 又吸到火水两色 所以我们这边直接耐久到解除 因为这边不是会被延迟到吗 我的习惯是在慢慢的 打到更新一下 这样至少不用再做一个新追打 会比较轻松一点 开完CNA的技能开炭症狼补助 然后直接做贯穿收掉 我觉得后面到boss关卡的敌人血量都不高 如果是用炭症狼碰上这一只的话 真的会觉得超痛苦的 把回复转掉 然后敌人的血量又不高 然后又是木属性的 很容易一不小心就打到更新以下 那这一次有CNA在 开场可以先补三颗的回复 然后不要combo数太高的话 其实没有问题 尽可能的也可以避免一些强化珠 这样至少在第二回合的时候 再开一次技能 一定能够确保新追打的量 尽管敌人是木属性的啦 保险一下 做贯穿 12关光属性的Celias 版面的颜色如果足够的话 可以一次贯穿过去 那如果不小心碰上水属性 然后又吸到火的话 可能就要等到脚踏车的二技跳起来 可能突破 Celias的攻击力也不高 所以在这边可以等到火牌的二技跳起来 再突破 因为下一关一定要用到减伤 没有减伤绝对升不下去 来了 Boss 战 然后大家也有看到 有四个攻击位 自我最喜欢的配置 能够一个贯穿打到一半以下 当然这个要看伤害而定啦 但是有碳震荡的1.5倍增伤 应该是完全没有问题 所以开场也不要耐久 最怕的就是他开场 如果你不小心稍微撑一下 然后给你一个锁板面 板面又没有火和水的话 可能就直接死了 来在有四个强化珠屋的情况底下 做一个贯穿 这样可以打到一半以下 OK的 接下来呢 霍鲁斯的一技 会变得非常重要 觉醒无效之后呢 这一对的血量只有十万而已 所以我算是硬撑了两万多吧 这边直接解除 然后再开技能补助 这边如果火出不够的情况之下 可以稍微小等一下 秒数减少 然后邪魔掉落 然后是最讨厌的全板面锁珠 来吧 火哀 你大放光彩的时候到了 这一招真的超方便的耶 假设说这一对是碳自然好了 或许啦 在没有减伤的情况之下 还能够撑下去 但这一对的重点是没办法 所以说板面被锁 然后又没有珠 觉得好可怕哦 再第二拳 再手挑一次 其实我刚才考虑说 到底攻略的时候 有没有需要把旁边两只给延迟耶 不过实际这样打下来 我觉得好像必要性蛮低的 不知道大家在攻略这边的时候 采用的方法是怎么样耶 像我自己是比较少参考别人的影片啦 还是说其实延迟比较好啊 这一个我就不太了解了 顺便迅速快速说一下 这一对的简单待用好了 迷豆子 这只角色真的是太难换了 如果不要有攻击打手的话 我觉得可以把它换成香奈呼啦 那没有脚踏车手的话 也可以换香奈呼 然后探杖没有的话 可以把跟火哀混在一起 换成狮子 火哀的超觉醒呢 可以看你队伍有什么角色 像我这一次有脚踏车手 所以我就把它换成了防风条 那如果有迷豆子的装备 我觉得就好像也不大需要了耶 这一次有稍微试着 把变成难度降低一点点 特别是装备的部分 但是好像没有什么感觉 其实我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是不是 但是毕竟魔狼这个关卡 我自己也不是说打得非常的熟悉 所以说我到现在 还没办法边打边讲话 我觉得这个难度有点高 魔狼这个关卡本来容错率就还蛮低的啦 所以说我也觉得 在打这一关 常常死掉的玩家 不要气馁 这一关真的要多尝试 虽然说每次的影片放出来 都是有获胜的桥段 但实际玩起来真的 输的几率很高很高 好,最后一拳 搭配上炭质狼的增伤 然后做贯船 不过这次的强化猪数量还蛮少的耶 只有两颗而已 但依旧能够收掉 魔狼顺利通关 想要总结一下 Cayna不太适合作为双队长说真的 生存力虽然说很高啦 但很吃板面 如果单边是炭质狼的情况 血量能够撑高外 紧急时刻 至少单靠四颗的火 也能够耐久 所以会建议用混搭的方式 或是作为队员入队使用 会比较好 那今天的影片在这边告个段落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不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